這又是補充80年,我們要講,其實我再講講大家要明白, 在華中究竟發生了什麽事,在1938年,抗戰開始了一兩年之後,直至1941年, 我們見到三次長沙會戰,三次長沙會戰其實是用來進攻的,都是日本的第11軍, 另外有三場是其實比三次長沙會戰更慘烈的戰爭, 都是跟第11軍打的,後來會再解釋一下,在看歷史是怎麽看的, 首先第一次,他如果打長沙,就在洞庭湖的東面,就向下打長沙, 跟著洞庭湖走到洞庭湖的西面去打,就是湘西, 十一軍曾經又去那裏打湘西,打那次就叫上德會戰, 打上德會戰,你就會見到國民黨軍隊什麽時候是比較好打, 就是守城那時候是比較好打的,因為就像史太林格勒這樣, 對方的重武器發揮不了什麽威力的, 逐間的航戰是很好勝的,是非常難去進攻的, 常德會戰,結果第74軍,這個就是第74軍,我都說過第74軍就是後來五大主力的其中一人, 而他成名的其中一樣,一次就是這一次,第74軍的師長,其實是一師人,死守常德, 其他人就撲不到來救的,那個就叫余程曼,令到日軍死了萬多人, 這個對日軍來說,他其實主動進攻的軍力只有十幾萬,死十萬多人就很厲害, 真的死了萬多人,余程曼是八千多人死剩三百人, 結果余程曼就是,後來張杏水寫了一本小說,就是紀念這件事, 就叫做撫賓萬歲,這個74軍就被稱為撫賓軍,就是因為這一場戰役, 這樣,這個余程曼,但是他死剩那麼少人的時候,他就撤退了,被蔣介石抓了他,坐牢, 因為蔣介石就下令他一定要與城共存亡,他也有電報回去,就說與城共存亡, 但是後來他失望,他就只剩下幾百人就突圍而出,是坐了兩庭鑑, 余程曼是,但當然,就是這樣,王耀武,就是74軍軍就救了他,就出來, 後來經過很多事情,結果余程曼我都說過,死於香港, 因為他對蔣介石不滿,我是懷疑蔣介石找人殺死他的, 在他家裏在大埔那裏找人殺死他的,他的女兒就是那個艷星如沙利, 他有兩個老婆,第二個老婆因為看了那本小說,覺得他很英雄就嫁給他, 那本小說就叫苦兵萬歲,到了1943年,第十一軍又進攻, 這次就是上次我說過的祖宜戰役的後果, 即是打了宜昌之後,到1943年,他們又試探向重慶方面進發, 這次,這個就叫做石牌會戰,是打到去巫山山峽的西陵峽的關鍵地方, 那個就叫石牌陣,去到這裏,長江就縮到很窄,非常險要, 兩邊全部都是山路,這個國民黨就佈了砲台, 所以日軍陸路走得很辛苦,海軍不行,因為被人砲台打, 於是其實打得很辛苦,這次就輪到什麼打了, 是第十八軍胡連打的,所以第十八軍又是五大主力之一, 結果就是虎守石牌鎮,是打死,這次是慘烈到不得了, 結果是沒有辦法攻擊石牌,是死了,這個時候打死幾千個日本軍, 都是非常大的傷亡,第三次重大的傷亡,就是長沙第四次長沙會戰, 第四次長沙會戰,1944年這個就重要了,我後來會再講, 日本的海軍已經輸得八百九九, 但是他有很多軍隊,在越南,緬甸,馬來西亞, 是要運輸一些東西去支持他們,但是海軍已經輸了, 是被盟軍襲擊,於是他們就想到一個方法, 就叫做第一號作戰,什麼叫做第一號作戰呢, 就是打通大陸的運輸通道, 其實是由北京平漢路,由北京去武漢就已經有鐵路運輸, 但是平安路的南部就是沒有的,通不到去廣州, 因為中途被長沙是截住了,通不到去廣州, 也通不到雙跪鐵路,就是由湖南去廣西, 要由湖南去廣西,由廣西去越南, 這樣就打通了整個大陸的陸路運輸,以後就不用搞水路, 所以這個就叫做第一號作戰,證明它多麼重要, 否則在南洋的軍隊就麻煩了,即是在緬甸, 馬來西亞,新加坡那些軍隊就麻煩了, 印尼那些軍隊就麻煩了,如果沒有這個運輸, 所以這個是非常重要, 我想說第一,他們就把關東軍一部份運了下來, 這次就偷偷運了下來, 善惡是不知道,他以為有是第十一軍, 結果日本是增兵增到三十萬人, 結果長沙是不堪一擊的,是迅速失守, 這次第十一軍就真的想佔領長沙, 因為他這次要打通了鐵路,一定要佔領, 所以一定要多些軍隊才可以佔領, 所以就派多了關東軍下來, 其實就是擱空了關東軍, 關東軍就變成一些老弱去了關東軍, 所以蘇聯一打,後來關東軍就全軍覆沒, 其實那些精銳已經調走了關東軍, 好了,那尾是什麼呢, 尾就是打完長沙不行,要打恆陽, 這一場就是最出名的防衛戰之一, 恆陽就是第十軍的一個師長, 叫做方先國,守住, 是足足打了四十多人, 日軍是在這個恆陽, 是死了二萬幾三萬人, 如果說慘重就是這次, 方先國一萬八千人, 又是死剩幾百人, 最後方先國是投降的, 因為他很生氣蔣介石, 因為沒有人來救他, 答應救他那些全部沒有救他, 他想自殺自殺不了, 他為了救那些, 答應日軍不要屠城, 所以他就投降了, 但是這一場是最出名的戰爭, 我想指出, 到這裏大家就會明白, 說日軍佔領不到長沙, 是方話, 日軍根本不想佔領長沙, 因為日軍根本沒有兵力佔領長沙, 他的拳頭就是第十一軍, 十一軍在三個方面都在打, 即是不能夠駐十一軍在長沙, 如果沒有新的兵力, 他是不能夠擴展他的領地, 因為其他領地都要駐軍, 去到1944年才有這個決心, 派多些兵來,於是便佔領長沙, 所以不是他打你, 他只是打你的有生力量, 想殺死你的兵力, 讓你對他不會產生威脅, 這個才是中途戰爭的全部真相, 多謝大家收看最新消息。